我90万我都不要了 我这些人就当作你们不认识 算了 你们回头来搞我 忍无可忍 孰无可忍 孰不可忍 越讲越激动 艺人徐乃琳 16号早上穿着一身轻便 来到台北地院按令申告 因为八年前的债务纠纷 朋友不要有金钱往来 有诚心的朋友 大家长长久久 没有诚心朋友会害你一辈子 这就是我血淋淋的经验 2015年一名蔡信电商 因为资金需求 向徐乃琳借了90万 就要来潮汐女子做担保 提供空白支票 却控诉徐乃琳和秘书 两人涉嫌伪造优效证券 检方调查认为罪嫌不足 或判不起诉 这些人实在是太坏 每一样每一件我都告 原来双方过去纠纷 不止这桩 遭指控的潮汐女子 过去曾在记者会 开到一半时跑进来闹场 我欠你300多万吗 不要激动嘛 我说 乃哥指控八年前 对方就曾向他借过 一笔千万债务 事后没有还清 债务不了了之 常用一贯手法跳票 2018年 对方还向周刊投诉 加卖屋争炸财 踢爆他在豪宅开赌场 双方官司缠送多年 乃哥吞不下这口气 如今提出诬告和违证 捍卫自身清白 三地七文书 问陈云轩 台北苍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